今天来聊聊六架个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从加州埃灵厄市的太平洋 天然气公司污染事件说起 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期间 该公司在埃灵厄市附近的一个工厂中 使用六架个来防止管道腐蚀 然而该公司没有妥善处理废水和废料 导致大量的六架个污染地下水和土壤 这些污染物最终泄露到周围的社区中 导致了大量的癌症和其他健康问题 一些居民在患癌症后 开始对该公司提起诉讼 并最终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赔偿 这起事件引起了公众对 工业废水和废料处理的关注 同时也加强了监管机构 对化学物质的管理和限制 虽然六架个在一些工业应用中仍然存在 但是在许多地方 已经开始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来限制其使用和排放 六架个是什么 六架个是一种化学元素 符号为CRY 它是个的一种氧化态 具有强氧化性 对人体和环境有害 六架个广泛用于各酸盐、染料、 金属表面处理等工业领域 也用于木材防腐、皮革加工、水处理等领域 然而六架个的长期暴露 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 包括皮肤过敏、鼻腔、肺和胃肠道的癌症等 因此许多国家对六架个的使用和排放 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管控 六架个的发现过程比较复杂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1777年 瑞典化学家约翰·戈特洛布·贝格曼 首次从酸性亚硫酸钾溶液中 分离出了一种绿色固体物质 它将其命名为绿色个铁矿 后来英国化学家亚历山大克鲁默·Alexander Crumb Brown又在1844年 发现了一种绿色固体物质 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这两种绿色物质实际上是同一种物质 直到1890年代 法国化学家路易峰白 Louis Nicholas VA-Ukulin才发现了这两种物质之间的联系 它将其称为六架个 峰白利用还原剂还原了六架个 得到了三架个 并研究了这两种各的性质和化学反应 为各元素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峰白之后 科学家们还进一步研究了 六架个的性质和应用 发现了它在工业 生产和医疗领域的重要作用 也发现了它的毒性和危害 进一步提高了对六架个的认识和管理 随后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 科学家们逐步深入研究了六架个的化学性质和应用 20世纪中叶六架个被广泛应用于许多工业领域 例如各酸盐 染料 金属表面处理等 以及木材防腐 皮革加工 水处理等领域 然而在20世纪后期 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六架个的危害性 研究表明六架个对人体和环境都有害 长期暴露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 因此许多国家对六架个的使用和排放 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管控 六架个对人体和环境都有害 主要危害包括 一皮肤过敏 长期接触六架个会引起皮肤过敏 表现为皮肤臊痒 红肿 脱卸等症状 二呼吸道刺激 六架个可以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 引起喉咙 气管和肺部的刺激和炎症 导致呼吸道疾病 三致癌 六架个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一类致癌物质 长期接触会增加患肺癌 鼻咽癌 皮肤癌等癌症的风险 四对水生生物的毒性 六架个对水生生物也有毒性 会影响水生生物的生长和繁殖 破坏水生态平衡 综上所述 六架个是一种有害物质 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管控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六架个的应用 都是有害的 六架个在许多工业和生产领域中 具有重要的应用 其中一些应用是相对安全的 不会对人体和环境产生明显的危害 例如 医医疗领域 六架个可用于医药制品的生产 如那个酸钠 可以用作治疗白电风的药物成分 二 食品工业 六架个的一种化合物 双乙酸个 Smear-I-A 被认为是人体对个的必需营养素 可以在食品加工中用作营养强化剂 三硅钢制造 六架个可用于生产高性能硅钢材料 该材料被广泛应用于电力 电子和汽车等领域 四金属表面处理 在金属制品的表面处理中 六架个可用作防腐剂和氧化剂 如镀铬等 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是这些相对安全的应用 也应该遵循相关的安全规范和标准 以确保人员和环境的安全 生活中处处都有六架个 比如自来水 部分木材防腐剂和染色剂 车辆的部分装饰件 例如车轮 门把手和镀铬式条等 自来水里面是否含有六架个 自来水中含有微量的六架个 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自然环境中 各元素的不同氧化态都可以存在 然而六架个 在自来水中的含量通常非常低 因为自来水处理工艺中 会采用多种方法 去除水中的杂质和污染物包括六架个 此外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户的标准 自来水中六架个的安全限量为零 5毫克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为了保证自来水的安全 会对自来水进行定期监测和检测 确保六架个的含量不超过安全限量 因此一般情况下 饮用自来水是安全的 但如果有担心 可以选择使用绿水器 进一步去除六架个 在汽车行业 六架个主要用于 车身表面的防腐石 涂层和部分装饰件的镀层中 由于六架个的危害性 各国汽车行业已经制定了一些法规 来限制六架个的使用和排放 在欧洲针对汽车行业中六架个的使用 欧盟制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例如欧盟Rich法规限制了六架个化合物 在汽车材料中的含量 限制值为100毫克 千克 此外 欧盟还推出了终止六架个使用ELE 指令要求汽车制造商使用替代品 替代含六架个的材料和工艺 在美国环保局EPA通过了气候领袖计划 规定车辆和零部件制造商 必须在一定期限内 减少和最终消除使用六架个的情况 同时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 也在推行类似的限制措施 要求汽车制造商使用替代品 例如三架个来代替六架个 在中国2016年颁布的汽车材料 限制有害物质使用标准 KAT-1076-2016 对车身涂装中的六架各化合物的含量 也做了限制 标准规定车身涂装中六架各化合物的含量 不得超过50毫克 千克 总的来说 各国汽车行业对六架个的使用和排放 已经做出了限制和控制 未来 汽车制造商需要不断地推进 技术革新和研发 寻找更加环保的材料和工艺 来代替六架个 为环境保护和健康保障做出贡献 总的来说 六架个在种有毒化学物质 对人体健康有害 为了避免接触六架个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 避免直接接触六架个 六架个主要存在于化工 金属 冶炼 硬燃等工业领域 如果您的工作与这些领域有关 需要加强防护措施 尽量避免直接接触六架个 二 注意饮食卫生 六架个可能存在于水果 蔬菜 穀物等食品中 特别是处理和储存不当的食品 所以要注意食品卫生选择新鲜的食品 尽量避免食用过期 没变或熟透的食品 三 做好家庭清洁 六架个也可能存在于家庭清洁用品中 如洗涤剂 清洁剂等 所以在使用这些用品时需要注意防护 使用手套 口罩等 四 减少吸烟 烟草烟气中也含有六架个 所以应尽量避免吸烟或减少吸烟量 五 加强通风换气 在室内使用化学品或做饭时 要及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总之避免接触六架个 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并且在必要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如果不慎接触六架个 应及时洗手 并就医治疗 如果想检测周围物品中 是否含有六架个应该怎么做呢 要检测周围的物品 中的六架个是否超标 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一 采集样品 从目标区域中采集多个样品 例如土壤 水或空气样品 样品的数量和位置 应该能够代表该区域的整体情况 二 提取样品 对样品进行适当的处理和提取 以使六架个能够被准确的测量 三 测量样品 使用适当的仪器和方法 测量样品中的六架个含量 例如可以使用原子吸收光谱或 电感藕和等离子体质谱等技术进行测量 四 比较结果 将测量结果与已知的六架个含量标准 进行比较以确定样品中的六架个是否超标 例如如果样品中的六架个浓度 超过了环保标准 则说明该区域存在六架个污染 需要注意的是 正确的采样和分析程序非常重要 以确保准确性和可靠性 如果您不熟悉这些程序 建议咨询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 以获得帮助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